星期一阅读分享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是普通话大使 我是陈美兴 我是卢芷莹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我的母亲独一无二 节选自法罗曼加里 记得我十三岁时和母亲住在法国东南部的奈斯城 母亲没有丈夫也没有亲戚 够辛苦的 但她经常能拿出令人吃惊的东西摆在我面前 她从来不吃肉 一再说自己是素食者 然而有一天 我发现母亲正仔细地用一小块碎面包 擦那给我煎牛排用的油锅 我明白了她称自己为素食者的真正原因 我十六岁时 母亲成了奈斯市美蒙旅馆的女经理 这时她更忙碌了 一天她摊在椅子上 脸色苍白 嘴唇发灰 马上找来医生做出诊断 她摄取了过多的胰岛素 直到这时 我才知道母亲多年一直对我隐瞒的疾痛 糖尿病 她的头歪向枕头一边 痛苦地用手抓挠胸口 床架上方 则挂着一枚我1932年 赢得奈斯市少年乒乓球冠军的银制奖章 啊 是对我美好前途的憧憬 支撑着她活下去 为了给她那荒唐的梦 至少加一点真实的色彩 我只能继续努力 与时间竞争 直到1938年 我被针入空军 巴黎很快就失陷 我辗转掉到英国皇家空军 刚到英国 就接到了母亲的来信 这些信是由在瑞士的一个朋友 秘密地转到伦敦 送到我手中的 现在我要回家了 胸前佩戴着醒目的 绿黑两色的解放十字兽带 上面挂着五六枚 我终身难忘的勋章 肩上还佩戴着军官兼章 到达旅馆时 没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 原来我母亲在三年半 但以前就已经离开人间了 在他死前的几天中 他写了近250封信 把这些信交给他在瑞士的朋友 请这个朋友定时寄给我 就这样在母亲死后的三年半的时间里 我一直从他身上吸取着力量和勇气 这使我能够继续战斗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亲眼目睹一个母亲为孩子不条件的付出 也感受到那伟大的母爱是多么的强烈 最令我感动的是 故事中的母亲即使知道自己不久仍逝 也希望儿子能专注于事业 不希望儿子知道自己的情况后而担心 于是请朋友定时给儿子寄信 给予儿子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勇气 而我们都有一个爱自己的母亲 她的爱是最无私的 最伟大的 是无处不在的 她赐予我们生命 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 当我们高兴时 母亲会陪着我们欢笑 当我们难过时 母亲会陪着我们哭泣 当我们做了好事 母亲会以我们骄傲 当我们犯错时 母亲会指证我们 母亲用坚实的臂弯 为我撑起一片蓝天 将来当我们羽翼丰满时 也必为母亲遮风挡雨 地上有一位爱我们的母亲 天上也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 她创造我们 给我们子女的名分 虽然我们常常不听话 可她一样的爱我们 还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在这里 我们除了感谢世界上 每一位母亲之外 也不要忘了感谢 救赎我们的天父 因为她给了我们 一条满有盼望的道路 现在我们一起欣赏玉首诗歌 恩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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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因我走这一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 万人中唯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地虚 这一生 都是祝福 一步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你爱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路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手 你爱你手